宋豪车 晒恋情 近日被评为模范男友的黄晓明 真的是喜事不断 五年的恋情大白于天下 这会儿又有消息称 baby已经怀有baby了 真的啊 虽然说这个消息并不是太确切 好在黄教主最近是活动频繁 被咱们记者现场抓住问个明白 咱们来看看 温红的小礼服将女人味尽显 袁杉杉的白色连衣裙则十分小清新 最后周笔唱张欣一一黑一白 亮相红毯十分抢眼 而等到压周的蒋文丽上场时 一席黑色连衣裙十分高贵婉约 相比女明星的百花齐放 男明星则法善可乘 杀意 李晨 林宝怡 以及随后踏上红毯的朴海震和江亮 都清一色的西装造型 而一众男明星之中 最强劲的无疑是最近把宋豪车 晒照片见家长全曝光的黄教主黄晓明了 因为他baby刚刚出道的时候还是一个新人 我怕我们的恋情会影响他的事业 但是现在我觉得他已经很好了 所以也该是给一个女人责任的时候了 晓明说话确实有一套 当大家都想问什么时候给名分的时候 他却说要给责任 两人相恋一五五年之久 如今高调公开恋情 貌似这一切都是暗示着好事将近的节奏啊 是真的还没定吗 要知道近于 Angela Baby疑似怀孕的消息可是传得沸沸扬扬 首先引发baby怀孕猜想的正是这张夏威夷的度假照 照片中Angela Baby的小腹微突 随后的3月11号 Angela Baby亮相上海某活动现场 也能看出一丝端倪 下车时一旁的助理急忙上前搀扶 而身着黑色连衣裙的baby这腰身 正是发福了还是有孕了 随后baby上台阶时 不只baby下意识地往下看 一旁的助理也再度紧张地上前搀扶 这架势俨然是韵味十足 除此之外 只见baby全场活动都用双手护住小腹 钟爱肩头高跟鞋的她 当天也是以泼跟鞋替代恨天高 整场活动也是速战速决 就连给媒体访问时间都省略了 有圈内人士透露 baby早前在微博晒出的这张照片的位置 正是黄晓明购置在上海的爱潮 如果万事俱备 那就只欠一个仪式了 如此一来 可是比baby儿立之年升级当准妈妈的计划 足足提早了五年啊 其实关于我人生的计划 我一定会想要当妈咪的 因为我很喜欢小朋友 当然刚刚有记者朋友问我说 什么时候之前一定要有 然后我说30岁之前吧 一定要有 娱乐新天第一圈里没有秘密 黄晓明有喜讯就别瞒着了 北京采访报道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只要真爱无敌 高调低调总相宜 什么时候要孩子都可以 就像人们常说的谈恋爱 身高也不是距离 年龄也不是问题 只要两个人真心在一起 才是最重要的